银色休旅車 車頂被樹木和枝幹壓住 整條暖暖街 只剩下一個車道 勉強單向通行 對 好像那個風雨很大 受到海葵 颱風影響 金融四號陸續出現強降雨 位在暖暖街 社區圍牆外的樹木 因為不敵強風 突然連根拔起 造成樹木倒塌 還好這個時間 學生已經上學 鎖心只壓到一台車 沒有人受傷 區公所是有叫人來去的 來去的 這樣 遠景冒著大雨 通知市政府 相關單位前來處理 暖暖區公所在取得社區管委會 同意之後 派員拒除傾倒樹木 讓道路恢復雙向通行 本所立即派員到場實施交通管制 並通報市府相關單位 後續幸運移除 現場有一輛自小客車遭倒塌 入宿壓毀 無人受傷 現場已於10點40分取清運完畢 恢復交通正常 北台灣基隆雖然沒有納入海盔颱風 暴風圈範圍內 但經過一整天 出現艦陷性的強降雨 靠近海邊的八斗子魚港 周邊風牆雨大 民眾還是減少出門 避免發生意外 記者黃紹明 黃日生 陳淑萍 採訪報導 深呼籲